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接着带来这部关于悬疑的韩剧《卧底》第十章 在上一章我们说到,贤哥带领妻子离去,另一边珠珠将杀害金泰烈的录像发给了秀姐,并约秀姐出来见面 没想洛书早已安置了监控,排除手下神秘杀手小黑,而秀姐也发现了贤哥的真实身份,直接晕死了过去 阿秋和园中的对峙时也陷入了下风,在金泰烈追思会上,大爆洛书却也来了 回到本集,金泰烈的追到会上,洛书此来就是警告中哥,先是强叔受贿案 接着,秀姐老公又被发现是特务,高层公务员不能继续曝光丑闻,秀姐必须下台 逐渐抗不住压力的中哥,最终找到秀姐私聊,希望他主动请辞 秀姐则坚定表示,一周内,他要查清强叔的案子再退下来 看来,中哥也变了很多,成为一个圆滑精明的人了 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不顺路了 阿秋和中哥就是例子,秀姐回到办公室,伙伴们也很生气 阿秋查到园中回国前,曾秘密寄出一个外交邮带 最后,被乔庄打扮的洛书领走了 秀姐立刻下令,查清楚戴李庄的是什么 接着,贤哥也送上了助攻 他将聚宝盆计划的复印件交给秀姐 解释说,这是当当当初拼死想要交给秀姐的东西 后来,贤哥受大雄胁迫交出了了正本 正本最后传到了洛书头里 把贤哥身份档案交给中哥的人,也是洛书 当初大雄也是拿着这份档案警告贤哥 由他阻止秀姐当上共察处处长 话说,男主你早点和女主,坦承相待多好 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沟通的 只终究包不住火 贤哥表示自己会不择手段 阻击幕后黑手落书 同时他恳求秀姐,如果有朝一日 自己的身份必须公开 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提前和孩子们解释 这一刻,秀姐红卓也没有说话 默默转身离去 隔天,秀姐找上了搭档多年的裴叔 自律师时期,两人就是互相信赖的伙伴 秀姐把关于贤哥和聚宝盆计划的秘密全盘拖出 秀姐没有看错人 裴叔即便明知道危险重重 还是选择了帮忙 真的别来反转了 这时候,要再来个裴叔 是个间谍就太刀了 裴叔先是将贤哥那部分的资料收了起来 紧接着复印了聚宝盆计划 召开共察组会议 由于有裴叔帮忙打掩护 众人也没太追究聚宝盆计划 从何而来 开始专注手里的聚宝盆计划 画面一转,阿秋找上了园忠 他调查聚宝盆计划个人账户时 查到一个女人的账户一场 此人正是园忠的岳母江沈 而且为了让园忠配合 直接抖出了自己刚刚到手的调查结果 园忠获得了某些股票的内幕消息 曾将高达83亿的国情院经费转入岳母 江沈的账户炒股 结果消息有假 这笔钱直接血亏 殊不知他的手下已经将他挪用公款 报给了洛书 陆书一听 当时就疯了 立刻打给大雄 当他去把园忠抓回来 恰好此时大雄正在找老吴打听贤戈的事 就征用了老吴当司机 该说不说 只要涉及到钱 这个剧里的反派基本就可以解散了 大家没有一点一条船上的自觉 就不怕惹急了眼 直接将事情全部抖出来吗 另一边 园忠刚到机场 就接到了阿秋的电话 得知国情院已经申请到园忠的出国停令 园忠又惊又恐 他打死也没想到 自己老大竟然针对自己下如此狠手 赶紧开车回到家中 他从电视柜里翻出手机和银行卡 为最后一搏积极做着准备 此刻 大雄喊来了手下一起 追踪园忠的手机 悄悄摸到了园忠家 没想到园忠早有准备 只是把手机留在家中 躲在外面的他通过家里的监控 看到了手持武器的大雄 顿时对国情院彻底失去信任 园忠急匆匆找到秀姐家中 通过贤哥联系上了共查处的秀姐 圆忠自称手上掌握着 能扳倒洛书的关键证据 可惜秀姐行事太过依赖流程 又是要申请搜查令 就是要与远忠见面 咱们的女主哪都好 就是太死板了 都到这情况了 还非要走流程 等你走完流程 人都进监狱了 根本不考虑 到处都是洛书的眼线 圆忠气得挂断了电话直接走人 相比之下 特务出生的贤哥就干练多了 他拉上圆忠相约 去挖洛书的把柄 圆忠知道贤哥为了自保 必然想要干掉洛书 于是带着他来到了 洛书的秘密据点找证据 贤哥一人杀穿了全场 不愧是本具武力值巅峰之一 靠着圆忠打开保险柜 拿到了洛书的秘密平板 当大雄收到消息赶来 十人已经逃走 大雄立刻扔下老吴 带队继续追捕 老吴犹豫再三 打给了贤哥 告诉他大雄带有武器 贤哥必须立刻弃车 关机防止被追踪 之后老吴开车 去接了圆忠和贤哥 圆忠借了老吴的手机 和秀姐谈条件没谈拢 随后秀姐让圆忠 把电话转给贤哥 说出了一户要去的秘密 见面地点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不老实的圆忠 没等到秀姐 就抢了装平板的包 跳车逃走 好在贤哥早有准备 事先已经将平板掉包 最终 圆忠再次被大雄抓住 这就是恶人自由恶人魔呀 能落到今日田地 圆忠也是活该 贤哥曾有老吴 载着去秘密弟子见秀姐 早来一步的贤哥 万万没想到老吴 竟然偷袭了 他抢走了平板 好家伙 这平板是阿拉丁神灯吗 谁见谁抢 连老吴都抵挡不住他的魅力 秀姐和裴叔赶到时 老吴已经逃走 出于对老领导的旧日情分 贤哥隐瞒了平板是老吴抢的 局势再次逆转 老吴独自来到了洛书的秘密据点 刚刚贤哥下车后 老吴接到了洛书的电话 对方答应抢回平板 就给他一大笔报酬 老吴为了钱这才被判了战友 这点属实没搞明白 要老吴真是这样的人 能混成现在再这样吗 早就和洛书一起狼狈为奸挣大钱了 编剧为了推动剧情发展也是拼了 另一边 大雄在洛书的命令下 逼迫袁忠在一张白纸上签下了名字 随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袁忠正在庆幸捡回了一条小命 洛书派出的神秘杀手小黑找上了他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袁忠这便当领的不意外 隔天洛书的攻势越发疯狂 连贤哥也遭到小黑的伏击被绑走 不知情的秀姐接到了猪猪约见面的电话 猪猪坦白 曾拥有洛书杀害金泰烈的监控视频 可惜上次遭遇伏击被抢走了 他表示自己愿意出庭作证 真凶洛书的名字 让秀姐沉默了很久 紧接着 猪猪又将话题转向了贤哥 他觉察到秀姐因为贤哥的欺骗非常不满 于是意味深长地留下了一句 不要只看他隐瞒了你什么 也要看他为你放弃了什么吧 心事重重的秀姐 将洛书是真凶的消息带给的忠哥 结果人家压根不信 认为是秀姐不想辞职瞎胡闹 经历了一系列 变故忠哥似乎也变了许多 夜里被绑架的贤哥 见到了幕后黑手洛书 洛书本来想把贤哥绑上重物 淹死在码头边 却不料反而给了贤哥水盾的机会 老坚俱华的洛书连开了好几枪 不幸中弹 贤哥双眼紧闭 逐渐沉入水中 放心 肯定死不了 一边剧的尿性顶多 也就涅涅难煮 很快警察联系了秀姐 一个老大爷 在汉江边上 找到了贤哥摆放整齐的手机和手表 警察告诉秀姐 常常有想不开的人 在江边放好东西 然后头江自尽 这一刻 秀姐的心态彻底崩了 看来秀姐也还是爱着贤哥的呀 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此刻 忠哥和洛书迎来了一场密会 忠哥已为了国家安定为友 最终选择了和洛书友好相处 谈话间 忠哥还谈到 不在乎洛书以前杀过什么人 似乎有意暗指金太烈 夜里 秀姐来到了贤哥开的自行车行 浑身是伤的贤哥 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贤哥此来 就是报告平安 接下来 他会继续假死来 麻痹洛书 这时秀姐突然接到了记者朋友上雅的电话 一旁的贤哥默默记住了上雅说的打球抵制 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被秀姐抱住 夫妻俩互道珍重 暂时分别 最近 贤哥都藏在老吴那里 当初他受了伤 无处可去 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去找了背叛过自己的老吴 毕竟那么多年的上下级关系 老吴也不忍心见死不救 结果救着救着 老吴救上了贤哥的贼船 决定联手干掉羞辱过自己的洛书 画面一转刷 洛书和同伙们打高尔夫球时意外捡到了一台手机 此刻的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差点栽在了这台小小的手机上 打球时 洛书和同伴聊到了之后的大选操作 动用秘密资金购买竞选票 推老白上位 打完球准备走人时 洛书猛然想到之前捡的手机不对劲 他赶忙去失误招领处找手机 结果 手机被贤哥心意不领走了 两人一顿 你追我赶 最终被贤哥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 贤哥把秀姐约了出来 他将自己偷露的洛书谈话交给了秀姐 洛书和老板白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 为了阻止他们 秀姐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 隔天 秀姐带人突袭了洛书的秘密据点 想要查到点罪证 可惜洛书早有准备 最终让秀姐无功而返 郁闷的秀姐前脚刚回到办公室 后脚就感受到了洛书的反哭 电视上大肆报道秀姐 先是逼死了强叔 现在又逼死了袁忠 一时间秀姐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当天夜里 秀姐收到了一段录音 一段往事突然袭来 当年金泰烈曾绑架了洛书 洛书诬陷浩哥杀害朋友 偏偏金泰烈手上 掌握了那名死者留下的遗书 一旦遗书公开 浩哥就可以洗清冤屈 学生运动也会愈演愈烈 金泰烈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向洛书提出了一笔交易 这段录音让金泰烈在秀姐心中的形象轰然崩塌 这反转简直不要太大 咱们秀姐表示 再也不相信男人了 没一个好东西 在下一集中 浩哥因为这段录音被释放出来 维米的秀姐请假休息 阿秋成了公查处处长 但是秀姐并没有坐以待毙 在阿秋的帮助下 成功接触洛书陷害其他候选人的真面目 洛书将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来打击主角团 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再来分析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点个赞 点个关注获取最新电影解说 你怎么会发现一朵标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次就要打击主角团